Garming Run Taipei 跟大家分析我們這次進終點的前100名跑者 以大數據來說 什麼樣的跑鞋佔最多 一名選用愛迪達 所以女生的輪廓跟男生長得不太一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家長的 我們今天又回到了馬場分析的這個特輯 這次我們來到了Garming Run Taipei的賽事會場 今天我們會分別在半馬跟10K的組別當中 在終點蒐集一下 前10位跑者分別都穿著什麼樣的跑鞋 現在時間太早 我們就直接把畫面快轉到終點的畫面吧 OK 我們站了30分鐘回到了棚內現場 我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整理一下這次的賽事內容 那也來跟大家先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上一集在北海道韓國馬拉松 比較單純是 它就單純是半馬的賽事 所以從頭到尾的進終點的人是長一樣的 那在這次Garming Run的部分呢 會稍微比較不同的是終點的地方 10K組跟半馬組是匯集到同一個地方一起到終點 所以我們在拍攝上面呢 所以取樣上會跟北海道韓國馬是有點點不同的 我們這個取樣當中 會以前100個人通過終點來以大數據計算 所以前100個人通過終點裡面我剛稍微看了一下 100個人當中有15個跑者是半馬的跑者 那其他的85名跑者都會是10公里的跑者 所以在前100個人的樣本數當中 參考數值比較接近10公里的輪廓 可能沒有這麼半馬的輪廓 但我還是要把10公里跟半馬的男女10K 前10名都整理出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分享的 就會有幾個比較有趣的數字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Garming Run的樣本數當中 跟北海道韓國馬是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但我看了很久啊 第一個當然很不一樣的就是Garming Run年輕很多 OK 那我們就先來跟大家分析 我們這次進終點的前100名跑者 以大數據來說什麼樣的跑鞋佔最多 但我們先從前三名來稍微看一下 前三名進終點的都是10公里的選手 那成績其實也非常快速 以10公里的成績來看 第一名是花了33分25秒的時間就進到終點 但要記得喔 這場比賽 我自己跑下來是多了200公尺左右 所以算起來他們應該是32分尾巴就完成10公里的距離 很快速耶 32分是3分20秒每公里耶 400公尺80秒 太可怕了 這是我昨天跑間歇300公尺時趟的秒數 我真的太慚愧了 好 我們就離題了 進終點的前三名的鞋款呢 滿有趣的 第一名所穿著的鞋款是亞瑟士的METASPEED SKY 那第二名進終點的是亞瑟士的METASPEED H 剛好是兩雙一個是不平行一個是不服型的鞋款 那第三名呢有點讓我意外的 竟然不是這麼高推進感受的碳板鞋 第三名是愛迪達的AD0 Takumi Sen 第八代 竟然第三名的跑者是穿著這樣的跑鞋就可以拿到第三名 由此可見 激勵 速度 心肺 還是比鞋子重要好不好 好 這個是10公里的前三名 那我們來看一下半馬前三名的成績 以半馬組的成績來看 前三名分別是69分03 69分39 跟70分47 以半馬的跑者來看 這個成績也算是非常的快速 因為這場比賽畢竟是下半年的 應該是第一場比較正式的大比賽 上一場是大概12公里 那這場是有到半馬的距離 以這樣的路線來說 大家可以跑到這樣的秒數 我個人認為在全運會挑戰這個大比賽之前 調整到這樣的狀態 代表選手的屬騎訓練的狀態 應該都維持得還不錯 那以成績來看 半馬組的前三名分別男生的成績 前三名的跑鞋竟然都穿著同一雙 都是亞瑟士的MetaSpeed Sky Plus 哇 有點嚇到耶 這個數值在前一百個人的數值 跟分別前三名跟前十名的數值來看 有一點點小差異 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 前一百個競爭點 包括85個10K選手跟15個半馬選手 分別什麼樣的跑鞋是最多人選擇的 在前一百個人跑鞋當中 最多最多第一名所穿著的跑鞋呢 Vaporfly 的第二代Nexpa 那我自己推估啦 近這個排行榜前一百名 有27個人選用Vaporfly第二代 原因應該是因為現在的行情 市場價格其實大概落在4000多塊就可以買到 其實也沒有到很久 大概一兩年前很頂級的這樣的碳板跑鞋 所以很多人會用大概四五千塊的費用 入手這雙跑鞋來當做他的訓練鞋 甚至是比賽鞋 所以前一百個人有27個人穿 我覺得是不太意外 但我原本會認為第三代可能是更多人會選擇的跑鞋 Vaporfly 的第三代 總共前一百個人所穿著的跑鞋有13個人次 那他以排序來講是第三名 那第二名是誰呢 第二名是亞瑟士的Meta Speed Sky Plus 總共有14個跑者穿 所以前一百個人的跑者當中 有27個人穿著的是Vaporfly的Nexpa第二代 那14個人穿著的是亞瑟士的Meta Speed Sky Plus 那有13個人穿著的是Vaporfly的第三代 這大概是前三名最多跑者選用的跑鞋 那第四名呢分別是 AD0的ADIOS PRO 3 就是愛迪達的跑鞋 那第五名呢 是Nike的Alpha Flight Nexpa 那這雙鞋也算是非常推進 也是Keep Church 最喜歡的一雙跑鞋嘛 就是他前幾場的賽事都是用這樣的跑鞋來應戰 當然最近他跑出了這個玻璃碼還不錯的成績 應該是已經是在開發的原型鞋階段 可能是下一代我也不確定 蠻期待這雙鞋的發表 那在前100名的跑者當中比較有趣的啊 還有選用了HOKA的像馬赫5 然後Rocket X 還有一個是Rocket X2 這幾雙也都有在前100名的跑者當中來做選用 然後比較有趣的竟然是有一位跑者 穿的是越野跑鞋耶 我看到的時候有點嚇到 竟然越野跑鞋也可以跑進前100名當中 非常厲害 這幾雙New Benz的跑鞋呢 也都有在這些100個跑者當中來做選用 那還有一個蠻有趣的部分 除了剛剛講的HOKA Nike New Benz 美金龍亞瑟4 比較常見之外 那在日本北海道寒關馬拉松當中 這雙Puma的Nitro Elite第二代 在這場賽事當中也有三個跑者來選用這雙跑鞋 那比較零星還有幾個牌子可能是大家 或許在前100個人跑者當中比較少看到 但這次有選用這幾款跑鞋入選的 分別有Aung還有Suckney還有Schedules 這幾雙可能是一般入門跑者滿容易接觸的鞋款 但是比較少在前100名當中來看到 這也是滿有趣的統計 我補充一下剛剛忘記跟大家說到 比較有趣的是第60名選用的是 拇指鱷魚的拖鞋來完成這兩賽事 然後還有看到第65名的10K跑者 是穿著中國喬丹的飛影PB第三代 這也是比較少見 但最近這陣子在台灣開始有滿多跑者 在嘗試使用的一款鞋款 未來如果有機會試用到 也非常期待跟大家分享 OK 來跟大家分享完前100名之後 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10公里跟半馬組的男女組別 前10名分別選用什麼樣的跑鞋來做 這次的賽事應戰 好 我們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10K男子組的前10名選用什麼樣的跑鞋 第一名是選用的就是 亞瑟斯的Metaspeed Sky Plus 第二名是Metaspeed Edge Plus 第三名剛剛講的是 Takumi Sen 第八代 然後第四名是選用的是 Adius Pro 3 四跟五都是啦 都是 Pro 3 第六名選用的是Vaporfly 第二代 然後第七名比較有趣 他竟然是穿的是小飛馬 39代 也不是碳板鞋 也是一般的入門慢跑鞋 所以竟然穿這張鞋也可以跑到第七名 腿力先絕啊 好 第八名部分是Vaporfly 第二代 九跟十名分別都是 Sky Plus 第二代 OK 所以總結了一下 前10名的10K男子組當中 最多人穿的跑鞋 總共在亞瑟斯的選擇上有四雙 在愛迪達的選擇上有三雙 在 Nike 的選擇上也是三雙 所以滿有趣的是 跑比較快的跑者 在前十名當中 亞瑟斯的佔比 竟然是比 Nike 還有愛迪達還高的 這個看起來亞瑟斯在台灣的行銷頭髮還滿成功的 接下來看一下女子組的部分 在前十名的部分 前三名竟然都是一致通過穿 Vaporfly 第三代 那第四名的穿的是 Adios Pro 3 第五名的穿的是亞瑟斯的 Metaspeed Edge 那第六名穿的是 Nexpa 第二代 第七名是 Magispeed 第三代 有點嚇得到 Magispeed 喔 不是碳板鞋 它是比較低一點點的中階鞋款 那再來第八名穿的是 Vaporfly 第三代 第九名穿的是 Nexpa Alpha Fly 第十名呢 也是 Vaporfly 的 Nexpa 第二代 在女生的部分就跟男生有點不一樣 10K的女生在前十名當中 總共有七名選手都選用 Nike 的跑鞋 只有兩名的選手選用亞瑟斯 一名選用愛迪達 所以女生的輪廓跟男生長得不太一樣 女生就比較多是 Nike 派的 男生就比較多是亞瑟斯派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半馬的前十名分別選用什麼樣的跑鞋 那在半馬組的部分 男子組的前三名都是選用的是 亞瑟斯的 Metaspeed Sky 那第四名有趣囉 是秉峰教練 他穿的是中國喬丹的飛影 Plaid 這雙鞋也算是比較少見 那我覺得外觀一看 我本來還問他說 你穿的是籃球鞋嗎 怎麼這麼厚 但他穿的這雙跑鞋得到第四名 他也是我目前看起來 中國喬丹的這個跑鞋當中 最高級別的碳板跑鞋 那第五名穿的是亞瑟斯的 Metaspeed Sky 第六名穿的是 Nike 的 Vaporfly 第三代 第七名呢穿的是 Vaporfly 第二代 那第八名是 Pro 3 第九名是 Nexpa 第二代 第十名是 AlphaFly Nexpa 所以總計下來 在21公里組 總共有四名選手選用的 Nike 跑鞋 四名選手選用的亞瑟斯的跑鞋 一名選手選用的愛迪達跑鞋 然後還有一名選手選用的是 中國喬丹的這個飛影 Plaid 蠻有趣的一個數據呈現 接下來看一下半馬的女子組 女子組的前十名呢 第一名所穿的是 Vaporfly Nexpa 第二代 那第二名穿的是 New Benz 第三名所穿的是 AlphaFly Nexpa 第四名到第六名全部都是 Vaporfly 第二代 然後第七名呢選用的是 AlphaFly Nexpa 第八名是 Vaporfly 第三代 第九名是 AlphaFly Nexpa 第十名還是 Vaporfly 第三代 有點擾口 簡單幫大家統整一下 二十一K的女子組總共總共有九個選手 全部都穿的是 Nike 的跑鞋 只有一個選手是穿 New Benz 的跑鞋 所以在半馬女子組當中 就跟十K有一點點貼近喔 女生選手好像比較喜歡 Nike 的跑鞋 以比重來講數量是比較多的 那十個人當中九個人穿 Nike 一個人穿 New Benz 這是半馬前十名的數據 OK 我們最後統計出來前一百名 在 Garmin Run 跑者當中 通過十公里跟半馬的這個數值總和 換算出來總共總共 前面還是 Nike 獨佔凹頭 總共有四十八名的跑者 百分之四十八穿著 Nike 的跑鞋 總共有二十二趴的跑者 總共有亞瑟士的跑鞋 第三名是 Adidas 總共有九趴的跑者 第四名是 Hoka 總共有五趴的跑者 那第五名是 New Benz 四趴的跑者 接下來後續都大概是零星的三到四趴這樣 所以蠻有趣的統計 雖然前一百名的跑者 看起來 Nike 是最為大中的 但其實以前五十名甚至前十名來看 雅瑟士的精英選手反而比 Nike 還更多一點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數值 接下來期待在其他賽事 可以再做更進一步的分析來跟大家分享 好啦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我們這樣的統計類型影片 馬場分析師記得在下面留言喔 我是你的家人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這次 Garmin Run 你穿著什麼樣的跑鞋來參賽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